大家好 我是毛迪七的老顽童赵聪达 今天呢,我吐槽一下 吐槽这个词呢,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有一点不理解 吐槽是什么意思啊? 不过,以前在我们家乡呢,喂猪,喂鸡 都要用槽,当然了,牛,马,驴,这些都是要用槽 我觉得这个吐槽是这个身口吃太多了,反胃了吗? 吐出来了吗? 那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吐槽的意思啊 今天我也来吐槽一下 看的还很漂亮 这是在这边的那个,算是小超市吧 就是那个西温 24小时服务的这种商店 现在的泰国到处都是 因为他会找很多的加盟商 在当地比如说有房子啊什么的 就在那个房子里就开这个超市 然后找加盟进去 我呢,因为我想拍视频嘛 我觉得有的时候 呃,站在比较距离远一点的地方 说话 这个手机啊,他说不到声音 所以呢,我就去买了这个 前面我拍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过 啊,我带他拍过两次 但是在家里其实挨得很近的地方 我只是想试试看 啊,拍了两次 然后把它拿出来 啊,我们看 啊,打开 啊,戴上 啊,就是这样 啊,戴上以后呢 啊,戴上以后呢 那,这样 这样,敲一敲 就连上了 哈哈,嗯 我用了两次 大概我戴这个的时间呢 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吧 真正的用 我想也没有超过二十分钟 然后呢 现在就连不上了 啊,你去插电 那里显示电还是近 但是你戴上 啊,你不管怎么敲怎么摁 没有反应了 只用了两次啊 我戴的不超过一个小时 真正的使用 没有超过十分钟 呃,在这边买呢 呃,大概就是七百左右猪啊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啊 七百左右猪 买这个东西 哈哈,怎么说啊 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呃,今天我就来 吐槽这个一下 所谓的吐槽也就是 讲讲我的困境 或者说是我不会弄 也有可能是 它没有坏 应该 应该它也不应该坏吧 啊,我拿在手里 又没有怎么弄它 待它用了两次 啊,可是呢 现在是不能用了 也许有的朋友啊 啊,你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啊 啊,这个 它是哪里产的 它的产地是什么 因为它全是阳字啊 我一个也看不懂 啊,这边呢 就反光的这边 啊,像镜子一样 啊,这个东西 它的产地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有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们国内的 然后小的国外呢 它,哎呀,用外国字 也有的可能不是 啊,它是什么产地 我不知道 那,我只用了那么一小夏 一百多块人民币啊 大概一百五十元 人民币 就没了 所以啊,现在这个 有的东西啊 因为它这个东西 包着包装包得很紧啊 我拿回来以后要打开 再弄了半天之后 把这里撕破了 才把它打开的 而且它在那个架上放着 它挂着嘛 它挂着 这里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东西 从这里穿过来 啊,挂在那里 前面还是锁着的 你拿不下来 也不,也看不,也不能看 啊,你想要了 你把服务员叫来 他拿,钥匙打开 他拿下来 啊,那么我拿回来了 就这样 这就是,我们在买东西啊 我们在购物啊 有的时候 我们是不得已的 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顾客是上帝 有的时候 上帝那俩字在哪里 我们都找不着啊 不用说别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买来了 用了两下 刚开始觉得挺不错 我还特别把它 把这个 手机 放在一边 在比较远的地方 大概五六米 七八米 六七米的地方吧 我就试了试 用它来说话 试了试 还是能用 谁知道 然后就 就完了 就完了 就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它真的是没有坏的话 如果有朋友 如果有朋友 你懂的 它是问题出在哪里啊 我插上电的时候 它还能闪 插上电 它这个 它这个灯 它这个灯呢 还能闪 但是就是 怎么按 怎么敲 也都没有用 没有反应 我希望 因为我真的就是 电器不懂啊 一窍不通 所以说我用手机啊 用电脑啊 常常我对着它 发愁现在 有的时候那个手机 它让我去下载东西 我不敢下 因为我下载了 不能用 用不了 然后我的手机还满了 以前我看那里 有一个叫剪映 一个软件 剪映 说你拍的东西 用它去剪啊 用它去打字啊 去加字幕啊等等 非常好用的 然后我去下载 下载了半天 找不到在哪里 想用的时候 找不到它 然后 我的手机里满了 不能动了 我又去往下 往下拿 卸载 不小心 又把我的微信写掉了 因为我的微信里面有点钱 我又有点心疼 最后我就在网上求助 然后正好就被微信后台的服务人员 这么瞧 看到 然后帮忙我 把我那个微信给我找回来 把我的钱找回来了 这件事我到现在都感谢 真是他们服务的太好 非常好 这件事呢 我以后有机会要说一说 说一说这个事 今天我就吐槽这个东西 如果有哪位朋友 你真的 你知道这个东西 他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反应了 你告诉告诉我 给我私信也好 给我留言 给我下面留言也好 希望你能够帮帮我 看看 这个大概150块人民币 我拿来就能用了两下 就不能用了 这也太气了 今天我就特别在网上讲这个事情 也算是求助吧 哪位朋友你懂的 你对这方面是内行 懂的 你请你帮帮忙 教教我 谢谢 谢谢 今天我的一段视频 就来吐槽这个事情一下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